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晚上我们利用一次的时间 来回答大家提出的疑问 这个佛说无量寿经 本身就是一部大称圣圣的经典 也是释迦牟尼佛称性宣说 我们接触这部经典 有种种的疑惑 也是正常的 但我们还是要更多的深入 尽量做到破语一身性 这里大家提到38个问题 时间关系只能回答部分的疑问 第一个问题 往生到极乐世界 在连胎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不能见佛文法 见身 那如何修行 花开见佛后 因是正觉花化身 即是不退转位 则花开见佛后 即是八地以上 菩萨位赐佛 还是等觉位赐菩萨位 则佛说阿弥陀经里面的 身文 阿罗汉等 也是随胜 说佛世界 说而已 有名无实 这个往生除了三倍九品之外 有一类的是边地一层往生 边地一层往生 是什么状态呢 是由他的疑惑心 变现了一个宫殿 他自己觉得是在宫殿里 在外面就是一朵很大的莲花 可以大到两千里的范围 他在里面呢 各种知身用具 也很自然 也是莲花化身 也有种种的宫殿 念头一动 知身用具都能现钱 经典当中就比喻 就好像一个转轮圣王 有一个七宝牢狱 诸小王子得罪了这个转轮圣王 被关进了这个牢狱 但这个牢狱里面 这个王子在那里的各种生活待遇 都是等同于转轮圣王 连他的镣铐 都是黄金座的 虽然是黄金座的 跟铁座的镣铐 本质上没有差别 失去自由 他的失去自由 主要表现就是在连胎里面出不来 也就不能见佛 不能闻法 不能见菩萨 身闻身 见不到菩萨 修行的法则 更没有可能 每天分身他方世界 去供养诸佛 那当然他连胎出不来 就没有办法修行 不得修习足多的功德 那这个往生者就以这个 感觉到苦 以此为苦 以此为苦 他就琢磨着怎么出来呢 怎么出来 他求诸外力 是出不来的 那还是要靠自己 要明了他 在连胎出不来的原因 其实他这个时候也是很茫然的 浑然不知 但阿弥陀佛慈悲啊 就放光到连胎里面 他接触到弥陀的光明 回光返照 知道自己出不来的原因 就在于怀疑 疑惑 于是他就有针对性的 颤除这个遗罪 就从连胎里面出来了 就可以去供养诸佛 就是见佛文法见身了 这在《无量书经》 专门有一段详细地介绍 这种情况 胎身后化身的原因 那从莲花出来 就是阿弥陀佛 这就是阿弥陀佛有一个愿 叫眷说平等的愿 如来净花众 正觉花化身 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者 多于他的一个必君的途径 也是获得他身份的一个程序 必须是从莲花里面化成出来的 哪怕他方世界的这个大菩萨 你平时短期供养 这个听法可以 但你要作为极乐世界的原住民的话 也一定要莲花化身 那这个就是阿弥陀佛来 清净莲花出来的这些往生的人 这是已经不能用一个人的概念了 就是众生了 这个人的概念还太狭隘 因为往生者是身份具有九法界的身份 人法界只是其中的一种 那这个莲花就非常的特别 这个莲花不是往生者自己有能力呈现这个莲花 这乃是阿弥陀佛成就无上正胆正觉之后 以他的愿力恩持着一朵莲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莲花也就是无上正胆正觉的呈现 从这个莲花里面变化而生 这个化身还不是夜里的胎卵石化的化身 它是一个特别的 就是那个正觉的莲花就像玄妙的宫殿 那他方世界众生就在这个玄妙的宫殿当中 完成一个转繁成圣的 这种本质上的转换 这种转换 那根据三倍九频的时间 有辞 有比较迟一点 有比较快一点 这有它的差别性 但它的平等性就是 你从莲花里面出来 都可以平等地给一个名称 就是阿毕八字菩萨 就是不退转的菩萨 那这个不退转菩萨 亦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所发的 一切往生者都是 录到大乘正定据 决定可以成就正觉 其中多有一身补促 这是非常圆顿的一个正路 那这个阿毕八字是一个过程 很快得一身补促 它的数量也是无量无边 那极乐世界 一切往生者都是大乘的种性 说是有声闻 罗汉天人 是随胜他方世界的习惯 说这个呢 是说他往生前的身份 但实际上到了极乐世界 都是平等的身份 大乘菩萨 那这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特别之处 你说他是阿毕八字菩萨 可能他阿赖耶斯里面还有业底的种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也可以说是他是凡夫 你说他是凡夫吧 又有阿毕八字的那种得能 包括整个的样子 都是佛的样子 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 金刚纳罗原神 子摩真金色 具足六种神通等等这些 所以就这个是 他方世界佛法的称谓 没有办法就概括它 所以就说是非凡非圣 即凡即圣 这么一个身份 好 请看下面 从无量寿经经文可以知道 佛是从发愿到修行正果 成就了能令一切众生往生的圆满 以名号的形式 朴实于众生 平等度托 可是为什么观间里 还有往生之后种种的品味 差别次地呢 请开始 这就是华音经常常讲的 圆龙和行步的关系问题 阿弥陀佛以他的大慈悲心 大菩提心 大平等心 确实给予了 普度众生的 平等普度的这种圣庙的利益 但往生者 往生者的品味的差别 是来自于众生这一边的 往生者的根基有后保 智慧有浅身 福德有生浅 修行有多少 这些都决定了他往生之后的差别性 也是符合着大乘佛法的 唯心属现的原理 不能说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的众生都一样 比如观间讲九品往生 你上品上升 一去莲花就能开 就能见佛 就能得种种神通 就能分身他方世界 去供养文法 那你上品终身还要经绣 就是经过一个晚上才能开 那你上品终身要经过一日夜 那中品要经过 像中品终身要经过七日 中品下品下身四十九日 乃至于下品下身十二大节 它是有差别 那下品下身的众生为什么十二大节 因为他造的恶太重了 他要在那个莲花里面解决他的恶业问题 所以这个无量寿经里面 谈三倍往生主要是谈他这个往生前的一些修行的项目 功德的前身 那观金比较详细的介绍 他在往生之后在莲花里面滞留的时间的长短 以及他即便从莲花出来 他如果历仗重的 可能还见佛还不是看得那么清楚 还要经过七日或者二十三七日 才能够把佛像看得很清楚 那在《无量寿经》也表达 一切往生者各种知身用具的待遇都是平等的 但平等当中也有差别性 比如这个宫殿 有的人 有的往生者可以把宫殿在地面上 也可以伸到虚空 但有的往生者可能宫殿只能在地面上 伸不到虚空去 这些差别性也就 让大家见证你往生前功德的厚薄 然后般若智慧的浅身 在往生之后 它还是会有一些残余的差别性 所以你不要说 哦那这个 这个阿弥陀佛平等普度 就什么差别都没有 那不是这个样子 佛已经说了三倍九品 说明往生者的阴险果报 就是有差别 这个差别是来自于众生这一遍 好 下面是 请问吴亮寿经理用了满满一页 谈七宝杭树的问题 一次是 紫金 白银 琉璃 水金 珊瑚 玛瑙 车居七种珠宝 分别为树根 金 枝条 叶花果 佛用这么大的篇幅 主要是强调什么 是在向我们众生 传递什么 那肯定是传递了很深邃的信息的 不是语言的游戏 那到底传达了什么 我们也只能是 依照大乘经典的 一般性的理解来说一说 无论是阿弥陀经还是无量寿经 特别无量寿经是讲得非常详细 这个整个的极乐世界 变满了七宝的杭树 那这个七宝呢 有一宝和 有的是纯粹一宝的树 或者黄金树 白银树 乃至车技术 或者是二宝合成的 黄金和白银 黄金为根 白银为金 黄金为枝 白银为条 这个交退的组合的 或者是三种珍宝合成的 这个黄金为根 白银为金 流离为枝 再紧接着说 这个黄金为条 白银为叶 流离为花 这个三种珍宝 有四种珍宝合成的 乃至于七宝合成的 那就分别比如说 你黄金为根 白银为金 金就是那个树干 流离为枝 树枝 水晶为条 那个树枝上又分开了 那个条 山浮为叶 马脑为花 车居为石 石就是那股石 那这些是 很详细 无量寿经还概略地 给他压了一些篇幅 你汉五两一 他把这个 从一宝 二宝 三宝 四宝 五宝 六宝 七宝 全都跟你说出来了 有时候自己看的都眼花缭乱 哎呀 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肯定是有意思的 这个一般讲这个树啊 树有寒肠之意 那就代表这个 卢卢离寒肠横河沙的功德一样 所以就叫倒树 或者叫绝灵 那树有福音和清凉的意思 所以他跟 这个菩萨的六度有关联 这个观联 我们从华严经 离世音品 他专门对这个树 有一个概述 叫 好 那我们来看 那我们就从法性上 法意上 能够切入一下 这个菩萨妙法树 说明这个树是代表 摩克萨的一层的一层的妙法 这个树代表一层的妙法 那一层妙法 它能够复应众生 能够给众生以清凉 这个消除 这个消除众生的热闹 那这个菩萨的一层的树 也可以是觉悟之树 菩提树 它生于执心地 它的地 是以执心为地 这个执心为稻草 不能是缠眉的心 不能是弯曲的心 它一定是执心 要有这么一个土地 它这个树的 种子是什么呢 是信心 这是大乘的善性 这个信 第一从妙友来说 相信自己本具佛性 从第一的异地来说 相信一切主法的空性 这个信心是种子 这个树根呢 就是慈悲心 你有慈悲 就是这个树的根 这个普贤恨愿平也谈到 以大杯水来浇灌这个树根 它就会长出什么呢 般若智慧 般若智慧为这个树的树根 那光有树根 这是根本质了 还不够 都要有全质 方便质 这叫方便为枝干 从这个树根当中 又分出了它的树 树的枝干 那这个光有树干还不行 还得要有条啊 从干里面发出条 这叫五度为反密 就是你光有十字全字 这是属于智慧层面的 全十二字 马上你得配合福德 福德就是五度 不失十戒 忍入清净禅定 这个禅定 为这个树的反密 就是让它更丰富 这个树更生长得更开 因为它要福音众生嘛 你得要靠福德去福音嘛 那这个树的那个叶子 就是表示禅定 这个就是在疾风暴雨当中 这个叶子都是颅颅不动的 它有圣生禅定 三昧的状态 用这个叶子来表 不会一吹就掉下来 那这个花是代表神通 菩萨要有种种神通 去度化众生 最后这个花可以接这个果 果就是一些种子 成佛的果 那你看 这个七宝树 是长在了 这个正直的新地当中 它能够生枝发条 枝叶伸展 它就有一个无尽的空间 给它发展 所以它是一个再生性很强的 你树干有树枝 树枝有树条 树条再有树条 粗细树条 树条生得很广泛 每个枝条当中 有种种的叶子 有种种的花 那个花还是旋转的 从旋转的花里面显现果实 果实又能放光 这个光又能够显现光台 那这个从极乐世界的七宝树 就从光台当中 你想见哪个世界 就能见到哪个世界 它这棵树 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全体的法界 全息的 那这个 讲到这里的时候 有时候我都在打妄想 这个我们没有直观的人 只是想黄金 白银 琉璃 水晶 如果说我们能制作一个 这种种种珍宝 在根金枝叶 花石当中进行不同排列组合的东西 这个宝树出来直观的感觉下 可能它 它有一些新的发现 就是这些珍宝 它都是一个 它是透亮的 它是以不同的能量场的 它是以不同的光和色的 而且你看它的排列 都是一阴一阳 黄金是以暖色调的 代表阳性的 白银是属于冷色调的 代表阴性的 琉璃又是阳性的 水晶又是阴性的 它都是一阴一阳 进行这个排列 如果你把这个 这个黄金为根 那黄金为根 你这个和白银为根 一个阳性的 一个阴性的 肯定它包含的意识是不一样的 如果它是一个非常 一切的珍宝都有震动 能量的震动 光和色 它是交相互印的 肯定跟我们心性当中的 这种 这种阿赖耶诗里面的 一些本有的信德 会产生一种互动 一种共振 一种唤醒 一种彰显 它肯定是有这个作用 要么你看 这个无量寿经介绍 阿弥陀佛的菩提树 就是道场树 有五两的珍宝合成 它表明比其他的七宝树更大 高有四百万里 树根都有五百由循 那个枝叶生长的有二十万里 那你看它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呢 天天就在这个菩提树下 修道 它怎么修行呢 六根觉知这个菩提树的 这个六层 就是眼睛 观察菩提树的颜色 光色 听菩提树 发出的音声 因为它有很多灵朵呀 宝网啊 风一吹就发出美妙的音声嘛 这耳根可以听那个音声 鼻子嗅这个菩提树的香味 因为它是种种珍宝合成的 每个珍宝都镶嵌着 百千万种的香料 鼻子可以细圆那个香味 舌头呢 可以尝菩提树的 它有果实嘛 它很自然就把那个果实摘下来 你尝一尝那个味道 这叫舌尝味 你身体接触的是菩提树 放射的那个光 这个光可以照在你的身上 然后你的一根呢 可以施为菩提树的功德 这个六根接触菩提树的六成 它马上能得到三种忍 一则音响忍 二则柔圣忍 三则无声乏忍 那得无声乏忍 浅的无声乏忍 至少是原教出处 真实的无声乏忍 那就是八地以上的水平了 真的无声乏忍 你说极乐世界它为什么是 修行成佛的 洁净的道场 你就一天到晚不干什么 就对着菩提树在那里 做这个事情 你都马上能得到八地以上的 正位 现在我们大佛无量受殿 那个正在做一个 那极乐世界菩萨 围绕菩提树修道的场景 可能马上可以做完了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 好 下面是 无量寿经经文 共有九处提到 自心一词 有自心精进 自心信要 自心发愿 自心回向 自心不断 自心愿生比国 自心育生比国等 请问在日常生活修行中 如何检验自己 是否做到自心 当自心不够时 因如何坚固 是不是自心只能问你自己啊 自心在原发三心讲 就是自成心 用我们说白一点 就是真实心 你相信 有不有阿弥陀佛 有不有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在真实心里面相信 你艳离娑婆 心求极乐 是你真实心里面 动得真格的 不是口头上说啥 但我们往往很多人 经不去考验了 平时说 念念要往生了 一到生病了 他把往生都抛在一边了 怎么求医问药 多活几年 要做手术 要这样那样 那不容易 他有身见我职的人 你真的说 你往生 今天晚上阿弥陀佛就在劫引你 你愿不要走呢 他可能愣了一下 我还有一些事要做 要告假一下 他不容易的 原来我们常常说 那两个居士的公案 就明显地表明 这个自信就有水分 这两个老居士 是一对夫妻的 天天念阿弥陀佛 接引我呀往生了 他的小孙子 就不愿意听他奶奶 这个爷爷说这话 很讨厌听这话 讨厌他就捉弄 他有时这两个老居士 又在求的 阿弥陀佛赶紧 你来接引我们走啊 那个小孙子呢 大概八九岁 他就跑到佛看后面 拿枪拿掉的说 我来了 他就问 这个 这两个老居士 正在求的说佛来了 那这就是考验了 两个人都不吭 不吭声了 不吭声还是这个 女居士觉得佛都来了 不能让佛等得太久了 她就对佛说呀 佛呀 你把我家的老头子先接走吧 所以这个自信还是不容易 口头上都能说 所以这是不能作为的 这个世间上的一切事情都可以造假 唯有你灵命中 能不能往生这种事情 是说不了假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诚实 只要以真诚心 深信切怨持明 一定会跟阿弥陀佛的名号愿力感应道教 如果你作为是虚假的 就感应不上了 感应不上你就按你的业力 该到哪一道里面就到哪一道去的 好 下面 十方佛差 有无量不退菩萨 小菩萨和善恶业力凡夫往生 但为什么佛又说 一往而无人呢 一往而无人 这个是出在 劝尽往生 这一章里面 是介绍 佛介绍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特别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的 自信化他的功德之后 就 劝余会的大众 极乐世界这么美好 大家还不赶紧求往生呢 一往生就 恒解五恶去 恶到自然 必 生到无穷极 一往而无人 你只要 往生极乐世界 六道轮回就超越了 而且到那里 这个切入无为大道 无有穷极 就能够很快 震入到无量寿 无量光了 那感慨的就是 一往而无人 一往就是 农意往生 你只要 自信信药 欲生我国乃至十年 你说他 修往生之音 是没有设什么门槛的 农意往生 但却没有多少人往生 那这个话怎么跟 这个菩萨往生说 这个有那么多人往生 怎么这里又说 一往而无人 这要看 弥勒菩萨所问的是 说菩世界 不对菩萨 乃至于小菩萨 乃至善恶业的 凡夫往生的这种情形 他面对的是 说整个说菩世界 是一个大的空间 然后时间是 以生今生当生 他横跨三纪的 所以他会说很多 现在劝劲往生 他的时空点 是聚焦到了 五周恶事的 这么一个时空态 他就不一样了 在这个时空态里面 后面特别谈到 难中之难 地境的五种难 这个 如来心事 难之难欲 你碰到佛事 你很难 诸佛经道 难得难闻 你听到佛的经道 也很难 菩萨圣法 诸波罗蜜 你闻到这个大乘的佛法 更难 更难了 然后遇善知识 劝你修行 你也不一定碰得到 这四种都很难 那最后一难是 遇到师父 无量寿经 信寿奉持 卢法修行 那是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你说这 层层地境的难 都已淘汰 你说 还有多少人往生呢 你就看看 环顾我们现在时空态 整个地球七十亿人 地球人 有多少佛法流行的地方 佛法流行 还是大乘佛法流行 大乘佛法和宗拜 而且是净土法门 听到 听到之后 很相信 很去念 一往前生 你成成淘汰 没有多少人了 现在 海外的一些地方 也是跟我们说 那个地方虽然有佛法 但都是藏传的 南传的 或者什么什么 就是在西方国家 那个净土法门的 这种道场 可以说稀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 很容易往生 却没有多少人往生 这是释迦牟尼佛 限量看到的情形 而且现在的情况是 约来约没有多少人往生 你看 在东宁寺好像看到不少人在那里念佛 你把你到社会上 云云众生去观察下 有几个肯切念佛的人 他手上拿个念珠都不好意思 深怕人家知道他是念佛的 然后你跟社会上 你去做个调研 跟他随机的 跟他说 哎呀有阿弥陀佛 有其乐世界 那个地方很好 你赶紧念佛求往生吧 你去试试 找十个一百个人试试 没有几个吧 那可能就是三类人了 上世闻之 上世闻这个道 请而行之 马上相信 赶紧念 中世闻道 落存落亡 中等根基的闻到这个道 似乎有似乎没有 半信半信 下世闻道 大笑之 这个根基顿的下根基人 他听了之后 他不仅不相信 而且嘲笑你啊 大笑之 你看看 哪有这回事啊 你头脑尽水了 放着钱不去赚 还去想这些没油没盐的事 他会嘲笑你 可能老子当年就碰到这三种人 所以对第三种人 有一句话 不笑不足以为道啊 就是下根基人嘲笑 才说明他有 他有东西 好 请看下面 如何从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字 红名中 去理解诸法 实相 作为我们初学佛者 或者对佛有一点了解的 今后的实修中 如何可以更好地把握 这句佛号的特点 是不是在自己了解了实相 也了解了佛的智慧 这样积累之后 才能更好地与佛感应道疆 这个念佛的人 根基不一 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你水平高地 从这句名号的内涵去把握 它就是实相 无量寿 无量光 就是天间菩萨树说的 这个一清净句 一清净句就是一法句 一法句就是 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真实智慧就是无量光 无为法身就是无量寿 无量光寿 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 阿弥陀佛是依据众生本具的信德 来施舍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就是托比名号 弦我自信 借托阿弥陀佛已然正德的 无量光寿的名号 开显我们还在阴心当中的 无量光寿的信德 那确实这里面就得要有信愿了 我们讲感应道交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就是你对阿弥陀佛的这句名号 要有一点认知 但是对于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程度的 教底也听到蒙尼蒙懂的 也没有问题 他这句念佛本身就是三根普丕的 你可以是上根立志 从理上明白 然后去念 它当然会快一些 但有的念佛人可能理上搞不明白 但是他老实 他老实去念 也可以暗和道妙 巧入无声 就是恳切 至诚 我什么都不懂 但就唯有靠阿弥陀佛 只有阿弥陀佛能救我 我懂不懂 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 在法门无量寺院学 我这里可能一个 都一点点都学不通 他就这么去专门念佛嘛 老老实实念佛 也能成就往生的 好 下面是 念佛代耶往生 今世造的恶业 是不是一定要忏悔清静 如果没有清静 会不会障碍往生 而且今世的所有的债务 一定要偿还清 奴不偿还清 是不是会障碍往生 这个念佛法门的圣庙 就在于他代耶往生 这个耶严格来说 就是见尸祸 用通图佛法 你要离开三界的轮回 一定要把见尸祸 全都断尽 相当于僧文教的 阿罗汉的水平 才能够尝一生死 不受后有 那这个 这种通图的 断活正争的方法 可能佛陀在世的时候 还有这样的人 现在末法众生 走这条路 可能一个都走不出去了 所以这个时代就凸显 信愿村民 感通佛力 代耶往生的法民 来会与众生真实之地 既然是代耶 耶有善耶 有恶耶 有无际耶 只要是耶 都会让我们 在这个三界里面 出不去了 这种业力 也就是善耶 也就是生到人天道 恶耶就下三恶道 但是 今世造的业 特别是多生多节造的业 我们是没有办法 给它忏悔清净的 这要有自知之明了 这个 恶远平谈 忏除耶证 一个菩萨 自己思维 无量节以来 由贪嗔痴 鼓动身口一三叶 造作的罪业 无量 无边 如果这些罪业 有体积的话 尽虚空 浓纳不了 我一大师在灵魂中认说 这个 哪怕你念佛 念念能修 八十一节生死重罪 一天二十四小时念 念一百年 你消的念 也只是很少 没有消的念 无量无边 所以我们 不可能走 夜尽晴空 往生的道路 只能走 大耶往生的道路 这就类似于 我们的罪业 就像一块大石头 四十里的大石头 放在水里 肯定存下去 但是放在阿弥陀佛的大院船上 它就不会存下去 所以 我们就随分随力地去 随缘消就业 更不造鱼秧 这个态度上要这么做 那这个能消一点是一点 消不掉 这个阿弥陀佛 交给阿弥陀佛是托底 就解决问题 你不要一天到晚 想我一定要忏悔清净 所有的债务给他还清楚 我才可以走 那你可能 你这个念头都是你的障碍 好 下面是 讲到现在也是过去 现在也是未来 过去也是现在 是否在讲解下 之前的概念 认为过去就是过去 现在就是现在 未来就是未来 一直对这样的说法理解不了 请讲解一下 这就是大乘佛法的 玄妙之处了 这个我们一般的经验常识 对时间呢 我们的教科书也是告诉我们 时间空间是客观的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时间是从过去到现在 到未来的 线性不可逆的过程 可能我们读教科书 因为常常要考试啊 这些你都要背下来啊 世界是物质的 物质是运动的 运动是矛盾的 但是阿尼斯坦 你了解阿尼斯坦的相对论 它就是在时间上 打开了一个缺口 相对论就告诉我们 时间不是绝对的 时间也不是客观的 时间是相对的 时间跟速度有关系的 在速度越快 时间越慢的 那最高的速度是光速 一秒一秒钟三四万公里 你在接近光速的情况下 时间 时间 钟表时间会非常缓慢 甚至在进步下 超光速 超光速 时间就会倒流 当时间是倒流的时候 现在的时间 可不是录到过去里面 录到过去的嘛 所以阿尼斯坦相对论 已经告诉我们 时间的箭头 不是一维的 而是多维的 那在大乘佛法当中 对时间的那种把握 时间是心不相应形法 时间是无自信的 是没有客观的实体的 于是既然是无自信 在《华言经》的悬门当中 特别是有一个悬门 叫《十四歌法一城门》 你把这个时间理解为十四 就是比如现在 现在是一世 现在包含现在 包含过去 包含未来 所以现在就 当下就是三世 未来包含过去 包含现在 这个三世就 三三得九 就是九四 九四就在现前一念 九四不离一念 这叫十四 这个十四呢 它是隔开的 过去 现在 未来 它是 可以 区隔开的 同时 它又是 相急相路的 这个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现在有过去 也有未来 这里面 那就是 那你怎么去理解 现在这个概念 正因为 有过去和未来 两个概念 才建立到现在 于是 这个现在的 这个法 给你 缘起 那就说明 现在 这个 时态当中 就已经有过去和未来 这个法是 从你的音中出来的 所以它里面 就有一个包含性 那你谈过去 谈未来 一复如是 你未来 没有建立 现在和 过去的 这样的一个音 你也 形成不了 未来的 这样的一个法 所以这个 正因为 时间无自信 所以 一念可以 沿脱 无量节 无量节 可以 浓缩在一念 这叫 念节 圆龙 那这个是 非常 你说它科学吧 说佛法 谈时间空间 说它科学 都降低了 佛法的 档次 它 这些 已经不是 一般的科学 是超科学了 那现在 现在的物理学 根据 爱因斯坦的 这个 这个理论 它们造一种 时间机器 可以 可以就 录到过去 甚至可以录到未来 由这个 这个九四部的 现前一念 那么我们 当下这一念 可以对过去 产生作用 可以对未来 产生作用 一切法 由心 产生 所以 现前一念的把握 是很重要的 包括我们 现在的 境界的 好坏 都是来自于 我们的 念想的 这种情形 所以你把 这个 十玄门的 十四歌法 一层门 以及它体现在 法华经 华严经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谈这个 念节元龙 佛的 这个 定会的 圣庙 一切法 得自在 其中就有一个 佛以一参之力 能助寿命 一百千节 一餐 一顿饭的时间 这一顿饭的时间 可能是 做了一点饮食 它就有一种力量 就这么一餐之力 能够助 一百千节的寿命 而且六根 不会变坏 知识不变 不会衰老 永远年轻 你看这个 佛法的神庙 大不可思议的 这种境界 都在大乘佛法上 所以你现在 学了无量寿经 学了华严经 你就破除原来的 线性思维 只是时间是一维的 其实时间是多维的 可以复圣的 相提的 这样你就打开了 你的思维 和你的想象力 经文中五痛五烧部分 最后一段 劝勉文字 都是这样描述的 人能于衷 一心致意 端身正行 独作逐善 不为众恶者 身独度托 或其福德 度视上天 尼环之道 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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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几善意 请问 用什么方法 能考量自己 是否做到了 一心致意 自己离这个标准 还有多大的距离 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 鲁地的空间 在哪里 我五痛五烧 这个经文 是非常详细的 在现了 苏婆世界 众生的 内心的黑暗面 以及他的行为的乖章 那这个 这是佛慈悲的开心 要让我们 断恶修善 让我们深信因果 但最后的劝勉 就是 人能于衷 这个五足恶事 众生都有造恶的冲动 不信因果 不信人回的人 你让他去 一恶扬善 是很难的 他完全是放纵了 他的无名烦恼 去注视的 但你 作为敬业行人 闻到这部经 你就不可能 像原来一样的 去放纵自己的烦恼了 你就要 一心致意 这个意 我们 这是我们行为的动机 意一般在心意识里面 心意识 一般心是讲阿赖耶 意识指摩纳识 诗识指第六识 这种意根 有时候这个意根呢 讲这个心意识 有时候是混同起来讲 总之这个意识 它是在分别 它在失良 它会生分别心 它的分别心 就会导致种种的烦恼 贪欲 所以你这个要解决这个五痛的问题 要转为五善的话 一定先把这个 作恶的意根 就是它的动机 给它控制住 那这个五段当中 一心致意 根据它上面的经文 各有不同特定的内容 你比如说谈到杀生这个 你一心致意 你就是要把那种 以强凌络 这个伤害众生的 这个来滋补自己的 这么一个意 给它控制住 你不仅不去杀生 而且去保护幼小的生命 去慈悲一切 这样你就做到了一心致意 奉持不杀人界 尽量做到吃素 一切的举行动念行为 造作奉行不伤害的这种原则 不伤害所有的众生 因为这些众生都是未来佛 都是我们多生多劫的 父母兄弟眷属 我们要有同体的慈悲心 去保护他们 这样你就能够在这里得到福德 甚至可以生到天上 甚至你把这个不杀生的 这个功德回向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能切入到大捏盘的境界 他是谈这个 这三生比如偷盗 那对于偷盗这个 一心致意就是你要把那种 真便宜的心 看到别人的好东西想占为己有的这种道心 要把它控制住 要奉心不偷道解 不与取的东西 绝对不能打妄想 进而你不仅不去偷盗别人的东西 你而且还把自己的福德的东西 分享给他人 就是行不失不落命 这样你就在一心致意 比如说 涉及到邪淫的这个科目 原来这个淫于心很重 看到一个美女就动心 至少你的要有不静观 甚至长者作母亲想 作姊妹想 你要把这个邪淫的心控制住 所以这样使我们的心地 只要一心致意 我们的心就趋向了 亲近 所以身口七肢就能控制住 就不至于去犯戒 不至于去造恶 它是这个 那你离这个目标有多大距离 你不要问别人 你问问自己 这个要有自己有觉察力 你知道自己有多大距离 才知道自己努力的空间有多大 你自己给自己去设定目标 好 下面是 请问无量寿经中 三倍往生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无量寿我 我 是通土的菩提心 作为大乘的刑法 作为大乘的刑法 菩提心是成福的种子 菩提心是生起一切的 世间和素世间功德的卧土 菩提心是降服烦恼的力气 今天我们读这个华原经就是三百多个基颂 米勒菩萨 如高山泄水 泄水一样谈菩提心的功德 那是最后只能无量无边 读到这里我们都得反省一下 我们发没有发菩提心的 你不发菩提心是不可能成佛的 因为它是成佛的种子 一切佛的功德 十利 四种 无畏 十八功夫 都是由于发了菩提心才能成就的 你没发菩提心 这些佛的功德都不会有的 所以这个菩提心一般我们就会说 以智慧上求佛道 以慈悲下度众生 这叫悲至双韵 是菩提心的内涵 那这个菩提心 通土菩提心说起来 它的内涵功德 那是很多了 华人间还特别有一个 初发菩提心功德品 那都是用了种种的地境的比喻 来说这个初发菩提心的功德 三世一切诸佛都是赋念初发菩提心 那 同时 这个菩提心落实在 净土法门 生性切愿及无上菩提 偶尔大师说的 也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生性切愿 持民 往生净土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成佛 成佛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度众生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它跟通土菩提心 本质内涵 是无二无别的 但是通土菩提心 它要具备几个要素 比如无我的智慧 空性 同体的大慈悲心 这种善巧方便 可能一下子我们觉得比较难 所以净土法门它有一个切入点 它生性切愿 比如说从愿开始 它能够切入到菩提心 这就是善导大师在解释 观经上品下身的时候 上品下身没有 它往生没有修其他的功德行法 只是淡发无上道心 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上品下身 这个淡发 那看看淡发怎么淡发呢 善导大师就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注解 为发一念厌苦 乐身诸佛境界 树满菩萨大悲愿行 还怒生死普度众生 世民发菩提心 就是你淡发菩提心 在净土法门 违发 就是你一个切入点 就是厌离娑婆世界 八苦交尖的这个 这个火载 一念厌苦 那厌娑婆世界的苦 到哪去呢 好妖心目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那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呢 是快速地圆满 大圣菩萨 自信化他的无量的愿行 这就圆满普贤 无量恨愿 等到极乐世界 你圆满了你的福德智慧 还要再到 说婆世界 生死苦海 烦恼穷灵 还要来 普度一切有缘的众生 如果你包含着这些内涵 这就叫发菩提心 你就哪怕没有修其他的行为 就淡发这样的心 你可以得到上品下身的这个结尾 所以这个通头菩提心和净头菩提心 它是可以辐射的 而且净头菩提心 它有一个下手的方便 如果一下子你从空性下手 它不大容易 那你从厌苦下手呢 就比较容易 现在我们天天都碰到很苦的情形 你看今天高温 你马上 哎呀 这个娑婆世界火载 三十八度四十度 极乐世界 它都是世纪庐村 温度不会有这么高 清凉池 你随时随地都能够厌这个地方苦 心求极乐世界的乐 它的对比性很强 一一都能对比 它就比较容易下手 下面是 无量寿经讲知法如电影 能否说其乐世界也像电影 虽是妙游 是否也是众生俗感的幻影 请解释如何圆龙 幻有和妙有的双重含义 无量寿经是有三首寄送 是阿弥陀佛向他方世界菩萨介绍 建立净土的方法 里面就包含着空性的 这种波语的智慧在里面 知法如电影是说 知法如电影 就近菩萨道 具足功德本 必成受绝当作佛 还有一首 第一首是说 绝了一切法 幽如梦幻想 满足足妙愿 必成如是唱 就是你要 庄严净土的人 菩萨 首先要了解一切法的空性 无论是如电 电就是像电光 一闪就没有了 影子呢 它也是没有实体性 只是一个投影 包括我们的身体 也不是真实的 是我们 灭力的一个投影 你要知道 空性 知道空性呢 但是你还不是 豁达空 还要在空性当中 生起 妙愿 以大悲心 生起愿力 以这个愿力 来引导 六度万恨 来把这个空性 十项当中的那种 那种德能 给它彰显出来 聚焦到建立 庄严净土的 这个度化众生的佛事 就必定能够成就如是差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只要是一切 元起法 其实极乐世界 它也是元起法 原来是没有的 是阿弥陀佛 发到菩提心 五节的思维 发到四十八大院 照在永结的修行 形成了这么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原来是没有的 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如果用大乘的 中观的理论 元起无自信的 只要是元起法 它是无自信的 从这个原理来说 跟我们这个世间 这个显现的世间 这也是我们涅滴 所感召的 你就读华严君 我们从华藏世界品 才知道 整个华藏世界 多么辽阔 实际上也不是 原来是有的 也是毗卢渣纳 发了愿 无量的元起 生起来的这么一个 华藏世界海 它为什么会有 这么一个华藏世界海呢 实际上是佛 要建构这么一个世界 让一切众生 以它的物质的形态 来修行 最后切入到 毗卢渣纳的 性海里面去 那这个极乐世界的建立 也是要接引 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 到那里去 修行 成菩萨 成佛 成佛 它就可以安立在大涅槃的状态 它本身就可以 切入到长极光土 不一定要显现物质的形态 物质形态 它一定是 爆生 硬化生 但爆生硬化生 是度化众生的必然 如果从它自身来说 它可以不必要显现 爆生和硬化生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本质上没有两样 缘起无自信 但是 这里面又有差别 差别在哪里呢 比如 我们这个世间 是我们众生的 捏力 捏失着心所缘起的 所以它是晦土 五诸恶事 我们的内心 有很多的烦恼 有很多的恶业 所以 它的那种负面的 能量太多 所以它显现的 这种境界 就不如意 那极乐世界 它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愿心呈现出来的 它是切正主法实相 从它亲近心里面 以它的愿力 呈现出来的 而它的那种 刹土的体性 特质 就跟 说佛世界的绘图 有本质上的不同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是捏力的甲有 极乐世界是 真空妙有 以这个真空妙有 让我们这些 假名的众生 到那里 也切正那个 真空的实相 所以同样就是 你同样在做梦 但我们在这做梦 是梦中套梦 梦中家梦 极乐世界虽然也做梦 幽动梦幻想 但是它的梦 是让我们醒梦 醒过来 你就成为 大觉者 就能成佛 所以又有 它的本质上的 不一样 你不要以为 优如梦幻想 它也是梦幻想 我也是梦幻想 那我就不去了 还是不一样 最后一个问题是 净土五经一论 感觉当中适合和利于现代人理解的 意义懂的 也方便大家弘扬的 便是 《佛说无量寿经》 请开示 如何能信众 更有效地 接受 认可 这部伟大的 经典 以及 弘扬时的 方法和思路等 确实这部 《佛说无量寿经》 是大乘佛法 非常 了不起的经典 是 会以众生 真实之力的 经典 是能够拯救 一切苦难的众生的 所以值得我们去 学习 去弘扬 自行化他 那这部经典 怎么去 让信众有效接受 你先从自身开始 你自己 卢说修行 就像那个 佛祖托给弥勒菩萨 文士经法 欢喜信要 授辞读树 卢说修行 你先把这个 四句话 先落实在自己 自己身上 你闻信这个 《无量寿经》的 信任念佛求生 净土的法 你要生起 大欢喜之心 你要产生 真实的 决定的信心 这种信心 这种信心是不动摇的 游乐金刚的 能够生命当中 好要去念佛求往生 所以授辞读树 对这部经典 你要去读 读到很熟的情况 去诵 等到诵 授辞读树 卢说修行 等你卢说修行 有感觉了 有体会了 就随分随力的 给有缘的众生 介绍这部 伟大的经典的 四弟信像 因果 这叫 劝进行者 这样就完成 一个自行化他的工作 那确实 自古以来 这部《无量寿经》 是得到了 无论是朝廷 还是民间的 广泛的重视 原来清朝早期 这个像 甚至康熙雍正年间 他们在皇宫里面 定期都要读诵 《无量寿经》 所以这个清朝的早期 还是新盛的 太平的 以后就不读书这部经典了 你说整个皇宫都在读书《无量寿经》 这部《无量寿经》 它的境界 非常的宏大 号称是中本的华颜经 那华颜的境界 这不是凡夫众生的经验常识 但你能够信受听闻 他的功德都是大不可思议的 这是龙树菩萨 从龙宫里面送出来的 大宗小三本华颜经 送了小本华颜经 都有十万记 十万记翻译到中国 现在我们八十一卷的华颜经 也就是四万五千记 不到一半 虽然不到一半 那我们看 我们这个生团已经读了 二十年了 年年都在读 试问我们能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因为它的境界太宏大 读完了好像什么都留不下来 境界太大了 我们的心太小了 虽然小 你说清凉国师说 光读诵华颜经都能破无名 当我们整个的心量扩大 与整个的华藏世界海 与华藏玄门 与皮罗扎那的信海 能够如空映空 嗜水投水的时候 我们也成为华藏世界 四十一位法身大事的一员了 那么这么一个宏大的经典 实际上在佛寿无量寿经当中 完整具足 属于成为小本的法印记 它展开的是阿弥陀佛的境界 它所宣说的是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亲正的法界的奥秘 和盘突出 然后它又贯穿着因果的观念 又把娑婆世界的现状 造孽的原因 以及对峙的方法 又能够给我们解释得这么细致 真的 燕尼娑婆 星球极乐 两者都能够具备 尤其对大乘 菩萨道的全体过程 如何发心 如何修行 如何圆满 整个的 普贤的 十大愿望的修行 都能够 如实地把握 所以我们 确实在这个末法之际 弘扬无量寿经 非常有必要 非常契机 因为读《读刘此经》后面说 整个大小城经典 全都没有了 这部无量寿经还存在 还存在一百年 来拯救众生 这就说明这部经 是整个的佛教的 种词陀罗尼 只要有佛说 无量寿经存在 哪怕所有的经典不存在 佛法还在这个世间 发挥着巨大的 慈悲的 拯救众生的力量 哈 南无阿弥陀 加油 救优优优独 class 所冥有首 grain